为了要推广卓西在地苦茶油产业 卓西乡公所在白端办理黄金苦茶油节 建走进山活动 一早八点村民就从白端聚会所出发 开始两公里的建走进山活动 早上八点多村每个人手上都有基本的清洁工具 有人拿扫把也有人手拿夹子 边走路边捡垃圾 这是卓西乡公所在白端办理的黄金苦茶油节 进走的进山活动 是古丰跟白端连接勤坎最重要的一条路 那我驾到这里的时候就发现这条路被荒废了 那我们采用跟那个多研究业的一个计划 把它复育起来 两公里的步道两旁可见苦茶油树心旷神瘍 来进走的居民也都表示 是一条安全又很漂亮的道路 道路让人家清洁就让人躲起来很舒服 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且还有苦茶 对苦茶到那边还可以苦茶有面性 可以享受 田桂花说这条步道早期是古丰跟白端重要的联络道路 不过荒废许久也没有居民在行津 相公所在三年前重新整理发现 这条步道两旁种植满满的苦茶油树 所以将这条步道命名为Salanga步道 不仅提供部落居民运动休闲的好地方 也让种植苦茶的农民也有安全的路 记者高雄雄卓西乡采访报道